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说话可以表情达矣 高小沟通 能让听的人第一时间把握说话人的意图 好好说话可以表达善意与光明 能让听的人如暮春风 身心愉悦 好好说话能够获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 改变与影响周围环境 气场超强 一 每个人都是语言的魔法师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一句九月霜 这句话看似简单 但意义却相当深远 我们每个人都是魔法师 可以用言语对别人下咒 也可以用咒语帮助别人 更重要的是 你所下的每个咒语 最后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 因为咒语是发自于你 你就是整个振波的中心 思想具有能量 语言是有声的思想 所以语言具有很强的震波 当我们说一些不中听不吉祥的话时 常会听到人们说 快闭上你的乌鸦嘴 因为当负能量的语言一出 你已经在发出震波 更明白地说 你是在吸引红频道的世界上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乌鸦嘴会特别理念 二 负面语言具有极大的摧毁力量 尤其是愤怒和怨恨和怨恨时所说的话 带有很强的能量 再透过负向的震波 结果往往让人意想不到 你一定也听说过 某人 某些人因为一时气愤 说出了重话 后来真的发生严重的后果 这种事情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语见不显 比方孩子气呼 父亲气呼呼地对孩子叫骂 有本事你就永远不要回来 结果孩子真的以为 一场意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有人或许会问 我只是说说而已 又不是真的有什么关系 如果有人告诉你 说你最近的身体有哪些异常现象 很像是癌症 你会怎么样 也许他只是说说而已 但他的话对你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美国思想家 文学家艾莫生曾经说过 用刀解剖关键性的字 他会流血 读见语言是具有生命的 他区别了创造和毁灭的能力 诗人安西格也谈到过言语的力量 他说 言词就像小小的能量子弹 涉入肉眼所不能见的生命领域 我们虽然看不见言词 它们却成为一种能量 充满在家庭 房间 环境 和我们心里 他相信 他相信 身边的言词 会渗透我们的生命 语言就是发出声音 这声音一天至少要讲上百句到上千句话 不知不觉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 心态和命运 有些人喜欢骂人 或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 可他没想到 听到的都是他自己 久而久之 这种语言就成了心田的种子 早晚会给自己创造厄运的果实 所以 我们说任何话都要心存善意 而在措辞用字上面也不要太重 我们谈吐时所用的字眼 明确 直接明确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情绪 一般人处理情绪的中心是右脑 语言中心在左脑 当右脑认知一个负面的情绪时 会越过并敌体传递到语言中心 说出相应的字 同样的 当我们左脑在接收到负面的字眼时 也会传到右脑 反映相信的情绪 所以 你选择用什么字眼来表达 就相当的重要 比方 如果有人出怒了你 你可以用困扰或遗憾的字眼 来取代奋斗 想想看 当你改用遗憾二字时 你还会火冒三丈吗 四 通过改变语言来改变念头 言语是新的画像 我们应该多以正面肯定的言语 来思考和说话 当然 刚开始的时候并不容易 长期积累的习惯 很难一下就改变过来 可以找一个笔记本 写下一些美好的字眼 每天早上都念几遍 接下来的一天 只要有空 你就把这些字眼 用在交谈中 当你不断重复这些字眼 很快就会把这些意 这些意念 灌注到自己的潜意识里 改变你的言 思 行 让你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下面的字眼可以参考 好幸福 充满欢乐 真快乐 充满喜悦 很乐意 令人愉快 真有趣 顺心如意 好好笑 好运到来 好 很好 好 很好 非常好 好极了 越来越好 每个念头 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在种子里面 你无法看到大树 但只要你剥下种子 并持续交水灌溉 种子自然会把 刺激所需的东西 吸引到身边来 而成长茹壮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点赞